彭王平转型台商2.0世代 废五金小开则是跨界回台开牛肉面馆 它明明是门坏汉 但是一推出就是一碗2000多块的顶级牛肉面 这金光闪闪的价格几乎可以点一份顶级牛排 还有顶级食材牛舌也被做成了牛舌面 这上好的牛舌先用喷枪喷到五六分熟 然后用滚烫的牛肉高汤涮过大受好评 开店没多久就被邀约到上海展店 台湾牛肉面和其多就属这一间最生猛 整位是这样 很震撼 活生生红艳艳零分熟就上桌 而且不只这两片 还有小鲜肉们重兵后援 你好 这个是美国的和牛 美国和牛像飞铺一样华丽浪上 一身油花花的身材细滑 涮进滚烫烫的牛肉汤宫里 雪花油脂瞬间爆裂 自己算很好玩 你想要吃熟一点吃 生一点都可以自己控制 特别嫩 特别嫩 我比较喜欢肉片 因为肉块它可能就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入口即化的感觉 碗里孤单这两片 也不用自己DIY 有桌边服务来来回回热汤灌顶 全心吃法噱头十足 价位也很有爆点 一碗就要破千 足足可以换一份顶级牛排 没想到逃客依然络绎不绝 因为这汤头可以一口一口 见底全干 我在这边喝汤 我是可以一边吃一边喝 把它喝完 有的牛肉面我吃了汤 我吃了面我没办法喝汤 肉的甜度在这边算一算以后 直接喝它的肉 整个肉的美味全部锁在这里面 我还想说应该汤就是东西放进去 然后火加热就很好用了 对啊 结果我发现非常的难 这是蔡富的餐饮初体验 因为它原本的身份是 废五金回收业早开 家族在台湾广东都有据点 算是台商2.0世代 会从废五金产业跨界开面馆 是因为他们在景气最前线 感受到寒风冷烈 废五金业不好做是因为淘汰率低了 大家开始对手头上的东西 会开始节省的 因为不像以前景气这么好 尤其是美国 那如果美国这块不好的话 其实全世界大部分都会受到影响 不知全球景气进入低谱循环 台商制造业在大陆 也已经不是热门险穴 三十来岁的蔡富五 决定跟上时尚潮流 进军服务业 但下了初才发现 煮完好汤 比处理废五金还麻烦 我想说煮一碗汤 去外面吃一碗牛肉面 才了不起一百一百五 可是后来发现自己做汤 自己做汤的花的成本 根本就不止这样子 即便放了大量蔬果 牛骨牛肉炖煮三个小时 还是熬不出坊间牛肉汤的浓香滋味 但又不想靠一匙牛肉香精 解决一切 于是大火小火反复实验 熬煮不够就在家时间 美国都要花上大半天 煮到主厨火大翻脸 因为实在是花了太多 太多的精神 跟太多的成本在上面 就为了汤 就大家常常开会吵架 厨师已经就说 不然你自己来做嘛 也难怪主厨气到头顶冒烟 因为小开世代吃得多见识广 不知嘴巴刁 鬼点子更是不少 一句我想吃牛舌面 就把厨房搞得热火熏天 有啦 不用有啦 先让它吃眼啦 用这个比较好吃啦 等一下啦 太简 打开啦 好咸喔 搬了火炉生的炭火 模仿起烧烤店 在厨房地上就烤起牛舌来 结果油花一落呛的眉头紧锁 他的那个表情就会觉得说 你是老板 类似那种表情 难道在厨房里面摆一个这个颜袋 有 为什么厨房不能摆 还是可以摆啊 是不是只是要找地方而已啊 对啊 不只搬炭炉 让林伯志暗自翻白眼 处理牛舌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因为牛舌一过舌就摆脚不烂 太生又是血腥的口感 逐得煎得试了好多方法 财富没有一个买单 炒归炒其实无以类聚 林伯志也是不服输的个性 私下毛起来研究 把日本料理店常见的炙烧手法 拿来对付牛舌 结果一次就搞定 它里面还是生的 大概在五分之六分熟 对 它是只有表面看 表面是熟的 对 然后就这个时候 牛舌是最好吃的时候 炼烟火舌能模拟出烧口风味 还能够精准掌握手度 只要稍稍捡舌表露花白 就是弹中带脆最佳上味 加加配上软嫩的牛腩 撒上葱花 就算滚烫淋漓上桌之后 依然半生透手口感Q弹 看到客人吃到很满意就不错啊 就是我还把它清风这样子 就才可以开店 就是当下听得不爽而已啊 因为它会很累啦 它真的很累啦 对啊 还是就慢慢感觉 每次研发还是难免斗气 但新店子屡屡获得好评 开店短短一年 上海香港洛杉矶都有展店邀请 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说我们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是门外汉 所以思维都跟一般的餐厅 都不太一样 台商2.0世代 不敢偏废努力 多元转型 未来就算飞舞精英在大陆 不再闪亮如今 也能够在自己的时尚产业里 牛气多金